最近3天有超過13萬敘利亞境內的庫爾德人 越界進入了土耳其 就是為了要躲避伊斯蘭國激進組織的選心入侵 而對於暴增的難民 土耳其政府是疲於應負 現在聯合國難民署也計劃加強幫助難民 從上週開始 伊斯蘭國激進組織入侵敘利亞北部 包圍該地區第三大庫爾德城鎮科巴尼 引發最新一波難民潮 過去3天 已有超過13萬庫爾德難民協家戴卷 越境進入土耳其避難 從科巴尼逃出的難民表示 伊斯蘭國恐怖分子不分老少 任意處決 試圖以血腥行徑製造恐怖氣氛 奴役人民 土耳其部隊21號關閉部分邊境 導致土耳其境內的庫爾德武裝 不能進入敘利亞對抗伊斯蘭國 為此 支持庫爾德人的土耳其國會議員 在聯合國總部前絕食抗議 聲援庫爾德人 土耳其方面則持續接納難民 並表示對暴增的難民人數已做了最壞的準備 聯合國難民署發言人周一表示 聯合國計畫增強對土耳其境內暴增的數十萬難民提供援助 新唐人記者湯梅 綜合報導 對新唷 璊西蘭教育的外國單膜 第一次期的信息